刚刚下班回家的您是否已经非常有感了呢 这个礼拜可能要变天咯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气象主播宣童来到口内 宣童晚安 新婉好 大家好 好 宣童就是说 接下来呢 东北季风在本周 是不是又来报道了呢 好 没有错 在这个东北季风来之前呢 我们要先特别提醒大家 今天如果你出门的时候还穿着短袖 你明天出门上班一定要记得戴一件外套 因为今天和明天的温差特别的明显 尤其在北部地区 我们来看今天呢 在台北的设置还有内湖呢 高温都还是有来到32到33度左右 但是明天高温会降个6到8度 也就是说在台北的高温大概只会有24度 所以这个温差是来的比较明显的 所以特别容易会有感冒的情况出现 而在这之前呢 这个温度来 东北季风来 风面会先到 所以在迎风面地区会开始出现一些震雨 像是在今天入夜傍晚之前呢 其实在一些宜兰还有在花林的山区 就已经断断续续有一些震雨出现 但都还不是特别明显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你出门 像是在内湖晚上的时候呢 都已经有一些飘飘雨震雨的情况出现了 但也都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这一个东北季风 霞带的水气并不是特别的多 而且它在明天白天之后就会开始缓解了 这是到今天的明天的凌晨早上8点的时候 其实降雨都还是其中在迎风面地区 像是在宜兰还有花莲的沿海 但是明天白天之后呢 主要在沿海地区也都没有雨 在山区比较多 中南部的山区也有 这些比较多是在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 因为这个东北季风还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在中南部还是偏热的 所以山区有机会会发展出一些水气 所以就会降雨 再来我们关心到的是 这个雨的部分会持续下到什么时候 预计在明天的白天就会开始慢慢的减缓了 礼拜三礼拜四都是多云道晴 甚至像是在离岛地区 马祖金门澎湖也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但是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 感觉水气为什么又增加 就是因为下一个东北季风要来了 现在我们经历的这个东北季风不强 但是下一波会比较强 虽然是入秋以来比较强的冷空气 而在这之前呢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水气也偏多 所以像是在整个东北部地区 东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也会来的比较高 甚至会一直延续到礼拜六 礼拜日下礼拜一二都是如此 再来关心到的是温度部分 刚刚说这个东北季风呢 现在经历的这一波 预计只会影响到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 所以高温会降 大概北部的高温落在24度左右 而在中南部地区 依旧还是会出现30度的高温 所以我们要提醒北部衣服要多穿一件 但是中南部地区的 则是早晚温差比较大 适时的来增添衣物了 而这个东北季风呢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就会减弱了 所以到时候温度又逐渐回升 像是北部地区 明天24度 但是到了礼拜四 又会再度的占回30度的高温 而下一波的东北季风 预计在礼拜五的下半天就会到 所以礼拜六礼拜日 北部白色的这一条线 是一直逐步的往下减的 甚至到下礼拜二之前 影响的时间非常的长 在台北的测站呢 我们说11月了 它的低温都还没有测得20度以下 指的是台北测站 但是很有机会 在礼拜五经历的这一个东北季风呢 就有可能它会降到20度以下 甚至呢沿海空旺地区 还未来的在更低 可能会在17到19度左右 先化 好我们谢谢宣童提醒 所以这波东北季风再度来报道了 所以到下个周末的时候 北部的降温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感 我们也欢迎线上的所有朋友 也可以及时向我们宣童来提问 关于气象方面的讯息哦 不过宣童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会看节气来过日子 据说呢立冬即将来报道了 那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好没有错 今年的立冬呢 时间点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 而过去呢 其实节气就会讲到这个俗宴的部分 其实立冬也是有一些俗宴的 包含像是立冬晴 一冬灵 灵呢指的是冰淇淋的灵 也就是说 如果立冬这一天也就是礼拜三 这一天是天气晴的话呢 那么今年的冬天应该是会蛮冷的 只是大家要知道 今年是圣阴年 也就意味着暖冬的机会偏高 所以古人偶尔也是会有一些差错的 那我们就来看到呢 立冬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是回暖的过程 但是明天呢礼拜二 北部高温24度 礼拜五六日 甚至到下礼拜二 北部的高温还会再降 可能降到20度以下 所以这早晚温差是非常非常的大之外呢 可能一天一天的温差也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像是在中国大陆现在呢 就有一些病毒是有悄悄的来发展当中 甚至呢这个梅将军呢 也有可能在12月的时候 台湾也会爆发 这个是一些感染科的中心的主任呢 都有特别提醒大家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日夜变化的温差很大 而且每一天的日夜温差变化会更加的大的情况之下 就要提醒大家这衣服就要适时的来增添了 再来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个东北季风 下一波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 刚刚说啊这个温度降幅会蛮明显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11月我们刚进入11月的时候呢 温度还普遍偏热 11月1号到11月4号这个过程当中呢 甚至还出现了秋老虎 北部高温出现了33 34度的高温 但是一夕之间在明天就要降到只剩下24度 礼拜五的时候还要降到20度以下 所以提醒大家真的要适时的来添加衣物 否则很有可能会有感冒出现了新话 好确实哦虽然今年立冬的时候呢 还不是这波东北季风影响最显著的时间点 但是顾好保暖早晚温差大还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刚刚现象呢 至于主播也说确实我们这个内湖 刚刚已经开始飘雨 感受到东北季风的威力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线上的朋友黄先生想问 明天板桥的天气会如何呢 好板桥的天气会如何 其实温度上来讲的话 我们透过这一张图可以知道 北部的高温是低的 低温当然也不高 但是好消息就是它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小 所以明天你只要注意 就是带一件外套出门就是对的 而且呢中午的时候也不会过于炎热 再来水气部分也带这一张图带大家来看 我们说虽然今天呢 晚上的时候感觉北部地区 是有飘雨毛毛雨的情况 但是到了明天白天开始呢 这一股东北季风 其实水气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白天之后呢 水气就会开始慢慢的减少 虽然这一张是礼拜三礼拜四的图 但是呢整体来看礼拜二也大致上如此 可能一封面地区 像是在大台北的东侧啊 宜兰还有在花莲山区 近山区会有一些雨之外呢 其实整体来看 水气都会比今天再为的更为缩小 所以新北板桥呢 明天大概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好的我们谢谢宣童也终于哦 在立冬之前呢 节气好像比较正常一点 有东北季风来报到了 做好保暖 防止早晚温差大让您感冒了 这是宣童给大家的小叮咛咯 谢谢 谢谢大家 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大陆东北呢 却确实感受到严冬来临了 大陆的气象台发布了四大预报 有寒流暴雪还有大风跟墙对流 在北方跟东北地区内蒙古 出现了断崖式的降温 而黑龙江省呢 更为严重发出了暴雪的红色预警 所以呢在今年两天 他们恐怕会面临当地雪大道 变成银白世界 土石突然从山坡倾泻而下 游客还在拍照看热闹 山体崩塌越来越严重 这时众人才吓到王回跑找掩护 这在云南一处公路发生的意外 而中国大陆北方则是下起大暴雪 东北地区大学生 合力滚出一个超厚的大雪卷 或是在雪地里玩摔跤 气氛相当热闹 那这对开车用路人来说 就一点都不好笑 大雪过后马路冰洞变成镜面 开车就向溜冰非常危险 中国大陆海浪江省发出 今年冬天第一个暴雪红色预警 局部地区特大暴雪深度 可达30到40毫米 官方预报这波暴雪极端性强 雨雪量可能打破历史记录 主要是冷暖过去交汇引起的 很强的暖湿气流从渤海黄海地带到都美地区 所以这个降水量比较大 另一个呢这个机械温度下降了 所以呢很多降水会发生这个雨转雪的过程 所以降雪量比较明显 哈尔滨市主城区宣布 今天中小学停课一天 哈尔滨机场启动应急预案 今天取消部分航班 哈尔滨机场取消39架航班 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 从6号到7号都面临暴雪天气威胁 官方更一次发出寒流暴雪大风强对流四大预警 多地气温断崖式骤降16度 TVBS新闻国阵陈玉文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